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我是梁亚倩 一起来关心今天4月11号星期三的重要新闻 社群网站Facebook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今天继续出席国会 就脸书侵犯用户隐私外泄资料案件举行的听证会 另一方面,涉嫌私用挪用脸书用户资料的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代理执行长 今天也宣布辞去代理CEO 扎克伯格今天出席众议院举办的听证会 在面对两党议员提出是否需要立法规范 包括脸书在内的社交媒体时 扎克伯格表示互联网对全球民众的生活日益重要 相信某种程度的规管将无可避免 但希望议员审慎考虑立法规范的建议 他指出像Facebook这样的大型企业 有很多资源来符合法律规范 但小型初创企业就比较难做到 扎克伯格昨天出席的参院司法与商业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听证会时 一直保持低姿态 但也是有备而来 相信之下,出席的44位参议员尽管提出了大量问题 但由于他们对于社交媒体的运作并不熟悉 大部分问题都没有问到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参院这场内容广泛的听证会上 扎克伯格首度承认有人接触过脸书 而脸书也正配合特别检察官穆勒 关于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独立调查 与此同时,剑桥分析公司董事会今天发表声明 宣布代理执行长泰勒将回复到原本的资料部门最高主管 不再代理CEO 联邦众议院议长莱恩今天公开宣布 将在任满之后退休,不再寻求连任 而外界也关心这是否会影响共和党今年大选的选情 莱恩是在今天共和党国会党团的例行会议当中 亲口宣布将不会在11月的其中大选寻求连任 但他会一直做到明年1月任期届满,随后退出政坛 现年48岁的莱恩表示,他担任国会议员将近20年 现在希望能多留一点时间给三名年幼的子女 此外,由于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 都是在50多岁的时候因心脏病过世 因此莱恩急流涌退,健康因素应该也是主要考量 他也感谢川普总统能协助他在国会推动法案 同时指出,此举将不会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选情 认为共和党会继续维持多数议席的优势 川普总统也推文表示,莱恩是真正的好人 虽然他不寻求连任,但没有人能质疑他留下的政绩 但是有分析人士表示,莱恩放弃连任的确可能冲击共和党的选情 让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多数挟刺优势 把焦点转到湾区 南湾桥界人士昨晚举行盛大晚宴 欢迎到访的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 而马英九也会在今天傍晚与Stanford大学发表演说 主题是台湾面临的三大挑战 经济、两岸关系与民主 南湾华桥昨晚在Sanacara设计晚宴 欢迎来湾区访问的台湾全中国马英九 当马英九入场时,全场来宾起立鼓掌,你是欢迎 总统好,马总统加油的问候,不绝于耳 马英九在答谢时说 旧金山是一个让他感到很亲切的地方 来旧金山与同回家 并唱起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CP歌曲San Francisco 他还回忆自己 1971年1月19日在旧金山中国城的花园角 参加全美留学生的保钓运动 并激发了研究钓鱼台问题的兴趣 2012年发生钓鱼台争议后 马英九唱语,强调主权在我,搁置争议 和平互惠共同开发 最后促成台日渔业协议 让台湾移民最大程度受贿 他称,从马同学到马总统 全世界能实现自己学生时代梦想的人统 恐怕不会太多 在多管的变算上 马英九还真欢迎与全场嘉宾合唱 梅花送、中华民国送等歌曲 全场来宾情绪高涨 马英九手持酒杯,逐桌敬酒 并不时停下来与来宾酗谈笑 在合影流量环节,数百位来宾排队上台 与马英九合影,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 马英九全程始终面带微笑 并与来宾握手 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 三姐马兵如、小妹马力君 也排队与马英九合影 并无特殊照顾 为了表达对于乔民的谢意 马英九还向每一位来宾赠送他 今年春节前书写的对面 来宾们对马英九的亲民水河深为感动 我们听了他的演讲之后 他的幽默、他的风趣 在在地都把他跟我们侨胞的心 更连结在一起 然后我们之间简直是没有距离 然后总统并且非常的贴心 他从台湾给我们带来的春联 这就是那幅春联 台北经文处处长马中林夫妇 筹备会主席崔敬钱等 陪同马英九共进晚餐 马英九今晚将在斯坦福大学举行演讲 本台记者将继续为您报道 请继续锁定优势频道 继续关心中国网路管理的相关消息 中国官方连日来积极整顿短影音应用程式 继昨天下午下令关闭搞笑图片 及视频的内涵段子APP之后 腾讯旗下的微信和QQ今天也宣布 暂停短视频连接直接播放的功能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先是在4号发文表示 今日头条和快手两家网站 播出有违社会道德节目的问题 在不具备信息网路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下 持续顶峰拓展视听节目服务 扰乱网路视听行业秩序 广电总局昨天又表示 在督查今日头条网站整改工作中 发现今日头条推送的内涵段子APP和公众号 存在导向不振 格调低俗等问题 因此下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APP及公众号 此外 提供网友上传自制短视频的快手 与火山小视频APP也都被下架 而腾讯科技今天也宣布 旗下的微信QQ在网路短影音整治期间 暂停短影音外部连接直接播放功能 如果用户需要观看 必须将连接复制后使用浏览器播放 涉及的Air包括威视 快手 抖音和西瓜视频等等 直篮NBA费城六七人队 昨晚以猛烈的外线炮火 击败占有主场优势的亚特兰大老鹰队 取得队史上最佳的单一球技15连胜 而洛杉矶湖人队则是任用了一位 在发展联盟坚持了10年的32岁老将 让许多蓝潭人士感动不已 来看今天的优势体育综合报道 昨晚七六人全队三分球 出手37次 命中17球 主控曾经效力老鹰队的23-Iniasova和Marco Bolognini 面对老东家毫不手软 分别拿下26分和20分 加上JJ Redick的28分 三人合力投进15个三分球 攻下74分 帮助76人以121比113获胜 也写下队史单一赛季最佳的15连胜记录 与此同时 在相当于小联盟的NBA 发展联盟长达10年的Andre Ingram 昨天正式披上洛杉矶湖人队的紫金战袍 出战休士顿火箭队 他地步初赛29分钟 全场8投6中 包括三分球5投4中 攻下全队 次高的19分 就算球队中场99比105不敌火箭 但他一路走来永不放弃的态度 感动了许多NBA球星 像是林书豪就推文表示 Ingram10年在发展联盟 终于等到被叫上NBA NBA的处女秀出赛6分钟就拿下11分 所有追逐篮球梦的人都会欣赏这一点 Ingram是2007年选秀会的落选球员 过去10年他都在发展联盟打拼 是发展联盟史上的三分球王 32岁4个月又23天的他 10年来从未停止练习 也没有放弃打NBA的梦想 他昨天成为湖人队时 首位第一次出赛就投进 4颗三分球的菜鸟球员 比赛结束后 湖人总教练把比赛用球送给他做纪念 湖人官方推特也接连推文 感谢他激励了所有人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